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魏林 我现在很开心 非常开心 感觉就像在梦里一样 就让我们 一同来享受这种感觉吧 一开始 我对你只是感到好奇 你明明已经 被家里人抛弃了 却想尽办法想要回家 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人跟我一样傻 到后来 我知道我爸爸很喜欢你 我想利用你 得到我爸的好感 我想达到胡千语 证明我自己 我在利用你 达到我这些目的 从接盲 到假情侣 我越靠近你 越控制不住 对你的感情 是 这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你要替我好好保护 你要替我好好保护 放心 我会好好珍藏的 我要把你的眼神 和每一个笑容 刻在我心里 不用这样 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彼此陪伴 我没有那么贪心 不胜往一辈子那么长 哪怕只有一瞬间 你完全属于我 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先把我心里发现 好 尾林 我真的好想看 我们老了以后的样子 脸上爬满中蚌 头发滑白 我喊你老伴 你喊我老头 我们会有很多的子女 男孩 女孩 但是我害怕 老了以后我逼你先走 我怕没人会照顾你 但是我又不忍心看着你先离去 我现在终于明白 什么就一夜白头 原来比起死亡 我更怕的 是不能陪着你一起变老 那样的人生 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 只可惜 我恐怕没有机会去体会了 哪怕真的只有一瞬间我可以拥有你 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吧 太阳了 ames都静 有眼睛 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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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你早就看清了这一切 对不对 你早就知道 我故意接近你 是为了替千语 找到你作假的证据 可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亲手送给我 我就这么值得你牺牲一切吗 君墨 谢谢你的错爱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资料里面所有君墨的名字都改成我的名字 这件事一定要对所有人都保密 知道一切尘埃落定 你必须答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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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dynamics 以后 一切都该结束了 威 Mond 你能陪我一夜 我也知hod了 都几点了 还没有准备好啊 赶快去洗漱了 虽然我们的婚礼是在露天花园举行 可是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快点啊 我不是在做梦吗 让我们进去 还钱 你别急啊 赶紧还钱 马上还钱 快点还钱 胡锦鱼我已经看透你了 我告诉你 最后的时间已经到了 为什么钱款还没有打过来 我们现在就要钱 对 我们现在就要钱 还钱 这么大的公司 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吗 马上还钱 赶紧的 赶紧的 都拖了多久了 好了 没办法 时间已经到了 胡锦鱼是你逼我们的 我们现在就让法院起诉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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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等一下 大家等一下 美国实验室在数字公寓项目上造假的消息 已经被查实 而且正式公布在报纸上了 怎么是 真的假的 对啊 真的假的 是 是 是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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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胜有救了 行 行 怎么回事 我好去看 为止怎么会有姚俊梦美国实验室的作假资料 你还看到 我都没看到 我都没看到 书位 根据我台已经得到的资料 此次造假事件的背后主谋为 前恒胜总裁姑女林飞零 具体消息 经济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美国实验室的主谋 变成了林飞零 这明明都是姚俊梦的错 姚俊梦 姚俊梦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都是韦灵的计划 姚俊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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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俊梦 姚俊 你不是 从我打算抛售恒胜股票开始 就都是韦灵的精心计划 韦灵 知道恒胜对你来说很重要 他也认为姚俊梦 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是他的责任 所以他打算牺牲他自己 来救大家 我答应过韦灵 本来想等这件事情 尘埃落定之后 再把真线告诉你 我本来不想打扰您的 但看在我们是妇女的份上 帮我帮我芊俊梦吧 我本来不想打扰您的 但看在我们是妇女的份上 帮我帮我芊俊梦吧 赶紧去吧 也许还能再见韦灵一面 千云 恒胜如果在你快去找韦灵吧 你快去找韦灵吧 再给恒胜一次喘息的机会 他们怎么都走了 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 看来美国实验室 对于数字社区作假的资料 已经被曝光了 人都被给了 这一切 这一切 链铛会来得这么快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 是带有目的的接近你 从你回来站在我面前 拉起了我的手 泪一刻起 那你为什么还走进我的圈套 对你来说 这是个圈套 但是对我来说 这是我唯一可以靠近你的机会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只想问问你 昨天你把资料打走 为什么你还要回来呢 你不是一个坏人 你只是一个想象父亲证明自己的儿子 一个想象全世界证明自己的男人 就是因为遇到了我 才让你有了越来越多的杂念 让你慢慢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对你 我一直都是很愧疚的 既然一切都是由我开始的 既然一切都是由我开始的 那就让我结束它吧 那就让我结束它吧 我希望你忘记所有的仇恨 放下一切 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我曾经没识过 我不希望你也经历了 回头吧 一切都还来得及 您好 我们想找一下林维玲女士 我已经看不清回头卢了 警察同志 请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事吗 你是林维玲吗 我不是 是林维玲女士吗 是林维玲女士吗 你涉嫌一宗商业诈骗 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我对我的罪行 公认不会 莫莫辉嫌一宗 又是林维玲女士吗 你还真是 你看不清 回去的路了 这次 让我帮你吧 好 你也帮我提回吧 为了 还有我来不及体会的亲情 你也帮我提回吧 为什么 哥 我以为你为什么会被亲家带走 请问 哥 你说话呀 你回答我呀哥 回答我 哥 不听 倚 文莉 警察同志 可以 再给我一点时间了 我 我离你怎么这么傻 任何人都不值得你这样牺牲 你不是一直说 要做一对平凡的夫妻吗 平凡的夫妻 就是彼此担当 相互保护 这一次 我终于没有誓言 我做到了 你一直都说 要把一个最好的恒生还给我 现在终于轮到我了 把一个完整的恒生 送给你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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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嫌疑人林维玲 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你要如实回答 你是不是在美国 买通实验室 做出了虚假的 数字社区的技术信息 是 回国以后 你是不是雇佣了 不知情的第三人 姚军墨 代表你 和幸福不动产公司合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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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请问你是 你是林维玲的律师吧 是的 我是 我是姚军墨 我是数字社区作假案的 罪位获胜 全体起立 本院判决如下 林维玲诈骗罪不成立 但由于帮助犯罪人员掩盖罪行 包庇罪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姚军墨 诈骗罪成立 主动自首 有立功表现 最终判处 有期徒刑 六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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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数字社区的最后一栋大楼终于完工了 我们都不行了 终于实现了 好了 都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赶紧拍一张照片 我说你会不会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我说你会不会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军墨 在这一年里 我们的数字社区项目终于完成了 而且这里你所有的盈利 也有你的一份 因为我们吉刚 永远都会是最好的兄弟 我们兄弟吉刚 我一直等着你终于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李 看看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感觉怎么样 和我想象中一样烦美 这其中有你的一部分 我哪有什么功劳啊 反倒是帮了不少道务 干嘛那么谦虚啊 李总说你有功劳 那就一定有 李总 有付出就得有回报 你可不能总是口读奖务 数字社区的分红 记得打到维林账上 维林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董事长和张总 都已经回乡下小镇养老去了 你也该为自己的未来 开始做安排了吧 君墨呢 我哥说 你们两个扯平了 互不相见 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维林 你也不要总替别人着想 为自己活吧 靳赏 也不博说 你早已就不跳 你学校这很 competitive 你很难为什么 你是不是 你学校这进行 你们学校这些 你学校的学校 如果学校这些 一定是学校的学校 最学校这么开 那不是经校的学校 System 把更好的一个恒胜还给了你 然后 他就离开了 威灵 不管是恒胜还是环球 其实只要你愿意 这些都是你的 没有他在 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我打算回到美国去 过正常人的苦日子 无论你决定去哪儿 我们都会祝福你的 是啊 我们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到时候你想甩 你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到时候你想甩 都甩不掉哦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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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这一次我必须留心 因为这是你五年前欠我的 你这么拼命地想的留下来 是下个重燃究极 偷偷心跳的感觉就像是种冒险 我越来越不敢 触碰那条界限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丝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被你坦白 我不爱你 故意逃避 离开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 却靠得太近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 故意让自己 我怕你看出 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圈被你占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